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他的夫人肖凯女士一同访问了台湾的时候 特别接受了中天电视的独家专访 畅谈他一生画海的创作理念 李海涛院长说 两岸在过去很少有海洋画的作品 希望能够补足中国画坛这一块的空白 而海江万里图的完成 则是让他对于中国过去的苦难感触特别深刻 高龄已经八十有二 却依然谈笑风生 中气十足的北京画院权威海洋画家李海涛教授 一聊起海洋画来 就好比他那幅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的 海江万里图一般 渊源流长 气势磅礴 第一是表现海的美 它要给这种美感觉海水能冲击到人身上 这种汹涌澎湃的东西都表现出来 第二点是表现海的声音 这是其他的画很少表现的有 第三个就是海的味 就是应该视觉 听觉 味觉 什么是味觉呢 就是感觉一种海腥味画出来 这海腥味是什么体现的 往往这个渔村 渔村 渔民的浦渔 渔民的织网 渔这一栋来反映出 渔村的活动 渔村的建筑 晒渔员 都是能反映出了这个东西 耗费五年走遍了中国 一万八千公里海岸线 李海淘一心想要将 中国绘画史上空白的海洋篇章弥补起来 但在没有任何文献可借尽的情况下 中国画画海又谈何容易 大家看的海 可能都差不多 但是在我们眼睛里头就分辨了很多 海域不同 海造型也不同 比如南方都是珊瑚礁 珊瑚礁它的摩擦 底下摩擦力大 海水走的时候摩擦力大 跟水就扬起来了 所以造型就不一样了 我们叫它抬头浪 这是我起的 还有北方的沙土的潭很多 它所有的梅扬不起来 所以叫滚浪 向二边滚 还有的浪是旋转浪 它打旋 这浪的种类很多 要细致观察 第二个特点是我们所有的画海的海浪 浪画都是留白纸 在这个 这是很难做到这个宣纸上 留白是非常难的 那个我们都 所有浪画这些都是留下来的 都留下来的 都留下来的 因为你要是白粉的话 若干粘它就掉了 没有白粉 都是宣纸本身 靠着山水人物化的身后底子 走了三万一千多公里 蒐集海洋素材 李海涛教授在夫人萧凯女士背后的大力支持下 尽管过程异常艰辛 但当中国画坛第一幅 海浆万里图完成的那一刻 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 我觉得这个中国画海的人 也是一个非常荣耀和这个难得的一个称号 因为在中国画上来讲吧 没有画海的 刚才原因他都说了 那么他能调及这个鼻祖的这个称号 在中国大学来说也是非常受人敬佩和尊重的 那么我也觉得也很荣耀 因为我是他妇人嘛 因为我在这个方面嘛 就是一个事业成功的男人后面 必须是一个女强人在支持 是吧 所以我也觉得我非常自豪 因为我们两个结合啊 我父亲是不太同意的 所以我为了他这个人呢 我当时也没有看他什么漂亮啊 有钱啊 什么有房有车啊 哎呦 怎么也没有 但是比较困难 我就觉得人远好 人为人好 到今天也是这样 我们禁婚五十年都过了 当时我跟他的婚姻呢 我父亲不同意 我一摔门我十年来回家 身为解放军海军大将萧敬光的女婿 尽管当初这段婚姻闹过家庭革命 但姻缘忌讳让夫妻俩走向了海洋化这条道路上 也仿佛是冥冥中注定 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李海涛教授又创作了一幅 颜黄骨肉青 阳光玉后人的海洋化作品 表现出两岸隔海相望 一脉雪原之情 如今 北京画院也将与台湾的画家们 共同合作 希望为两岸画坛留下一段佳话 李海涛的海江万里图仿佛就是一部中国近代海江史 他不仅为中国绘画史写下了新的一页 也为后世留下了永远遵循的典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海涛